老实说,大家是不是都非常喜欢看那些各种各样的有关宇宙大规模变化的视频呢? 这是一部至少是地球或者说是整个宇宙完全彻底崩塌毁灭的视频? 朋友们,大家好! 在Top10频道,或许就会有这样的充满创意的视频。 如果我们这样舒适的宇宙和其他的宇宙相撞的话,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呢? 首先,这样的事情是否会真的发生呢? 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将如何安然度过如此可怕的浩劫而幸存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吧! 这里是Top10频道 用十分钟的时间,您将看到前所未有超级震撼的大规模坍塌的场景。 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太多的宇宙 在想象我们的宇宙和其他宇宙的碰撞之前,让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另外的宇宙是否真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宇宙很难和不存在的东西发生碰撞。 宇宙是没有镜头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的事物,从原子到超级星系团都被定义为宇宙的一部分。 我相信您在学校里也学过这些内容的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可能像是会有不同的大陆和行星那样也会有其他的宇宙的存在。 宇宙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宇宙。 但实际现实中,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你们是否曾经有听说过有多元宇宙这一理论呢?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是通过我们的频道知道这个多元宇宙理论的吧。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完全确定或否定它,也有许多的研究人员并不接受这一理论。 但也有些专家并不支持这些研究人员的观点。 说到优秀的研究人员,斯蒂芬·霍金是多元宇宙理论的坚定支持者, 而意志弦理论的倡导者,大卫·格罗斯则非常坚决地否定这一观点。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到底支持哪一种观点, 但在这个视频中,我们支持霍金的立场, 并且假设另外的宇宙还是依然存在的。 为什么多元宇宙理论对于物理学家们是如此的必要呢?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宇宙已经不能满足于物理学家们研究的需要了。 物理学家们利用这一理论来试图缠明比如宇宙微调问题等一系列的现象。 宇宙的微调是物理学中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 在我们的宇宙中存在着大量的常数, 哪怕是发生最细微的变化, 都会使宇宙变成一个不再适于生命生存的环境。 比如说,如果物理学中的强相互作用, 哪怕它只是稍微的再强一点点, 氢就不会形成,因此当然也就不会形成恒星。 而相反的话,如果强相互作用被稍微减弱, 即使是那么一点点, 比氢重的元素就根本不会产生。 这也同样是非常糟糕的。 这还是只考虑了众多常数中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多元宇宙理论可以非常巧妙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简单地假设, 具有种类繁多的参数的宇宙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 为了让生命诞生并进化成有智慧的生命, 我们的宇宙刚好具备了这些参数的最佳条件。 这就是所谓的弱人类原理。 如何让宇宙发生碰撞? 实际上,在多元宇宙理论里有着多种的思考方法。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正如前面介绍的那样, 存在着许多具有各种物理常数的独立的宇宙。 如果你想象一个池子里漂浮着大量的球,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吧。 一些理论认为, 我们的这个宇宙在过去已经和其他的宇宙发生过碰撞了。 比如说, 它也被用作波浆座大空洞的解释之一。 所谓的波浆座大空洞, 是在2004年发现的一个大异常现象, 非常巨大, 是一个近20亿光年宽的巨大无比的空洞。 虽说如此, 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空洞的存在是天文学家早已了解的, 被称之为超空洞。 此外, 波浆座大空洞非常寒冷, 它的气温明显低于预期。 标准的宇宙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专注于多元宇宙理论的研究, 并认为我们的宇宙曾经与宁静的宇宙发生过碰撞。 要么是宇宙之间发生了量子纠缠, 或者更简单地说, 那就是我们的宇宙中的粒子已经飞走到了它临近的宇宙中, 从而形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空洞。 另外,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 我们的宇宙在不断地加速并膨胀的现象, 即所谓的暗能量, 也就是另外的宇宙的引力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 这只不过是理论上的观点, 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现代思维认为, 宇宙发生碰撞的概率是相当低的, 但它发生碰撞的可能性仍然也不完全是零。 科学家们认为, 在多元宇宙旁边的区域, 每当发生一次大爆炸, 这将是一个新的宇宙的开始, 由此而产生的这个新宇宙将在推开其临近的宇宙的同时而继续地膨胀。 而且我们的宇宙就是这其中之一。 当宇宙与宇宙发生碰撞时, 那么让我们假设暗能量是其他宇宙的引力的这个假说是正确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宇宙和其他的宇宙相撞前最开始出现的征兆, 那就是宇宙的迅速膨胀。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首先是遥远的银河, 然后是恒星,会出现逐渐远离它们在空中惯常所在的位置。 这需要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时间, 而星座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以至于它们不会再保持原来的形状。 而当膨胀的能量超过将银河星系连接在一起的引力时, 我们的星系就会彻底地分崩离析般地崩溃。 当膨胀的速度超过光速时, 就会出现独特的迷你微型版的大撕裂。 首先,银河系从天空中消失, 然后其他的恒星也会渐渐相继地消失。 最后,当您抬头仰望夜空苍穹的时候, 你也许只会看到一些孤零零地飘浮在漆黑的, 如同深渊般的天空中的小亮点。 这就是行星。 如果撞击是击中了其邻居, 而不是太阳系, 那么就彻底完了。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而这才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我们肯定永远都无法看到另外的宇宙了。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另外的宇宙就是在世间世界之外的。 我们看到的是一堵巨大的黑墙, 正以光的速度向我们逼近。 就像在狂风中被卷起的沙粒一样, 巨大的引力使行星散落在天空中, 地球不再绕着太阳运转。 这是因为临近宇宙的引力更强。 接着会是一堵看不见的漆黑的墙在向我们袭来。 在那之后我们将会怎样呢? 这要完全取决于另外的宇宙具体有哪些物理常数? 我们肯定是无法得以幸存的吧。 最后我们能看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景象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看到了和具有强相互作用的宇宙发生碰撞的事例。 如果其他宇宙中的相互作用比现在弱的话, 那么比轻重的元素就会开始衰变。 那时, 伴随着堪比热核爆炸的能量释放出来, 地球燃烧起来, 变成一个非常明亮的璀璨的火球。 当地球凌落散尽时, 唯一残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团轻的云团而已。 同样, 如果另一个宇宙的引力常数比现在小得多的话, 地球的质量将无法再保持其原有的形状。 在这种情况下, 地球的大气层首先会飞向宇宙太空, 然后海洋开始沸腾并蒸发掉。 剩下的只是一个干瘪的经过消毒的无菌的球体, 在慢慢地散落。 换句话说, 无论是在任何反应中的火焰被燃烧或窒息, 又或者是被分解成为原子, 最终会有很多种方式使我们灭亡。 在这个宇宙中将不会留下我们的任何痕迹。 我们曾经生存过的地方, 唯一能够遗留下来的只有新的波浆座大空洞而已。 同样的事情也会一样发生在其他的宇宙上。 你们感到很震惊吗? 总之, 请先放下心来。 可以说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 不然的话, 我相信科学家们将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宇宙之间 曾经发生过碰撞的证据。 不过, 被科幻恐怖情景下的毛骨悚然, 也常常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呢。 今天的视频节目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个独创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这个科学视频的话, 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并给我们点赞。 另外, 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写下你的想法。 不知不觉又到了道别的时候了。 不用担心, 我们很快就会再相见的。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